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抢先一百秒 我从所有就喜欢唱转 加连的挑一点不行 就不喜欢我去选这个唱转 这不就从一样歌下去 现在我们农民的生活 也逐渐变好了 我要将以前唱歌的爱好 继续坚持下去 今天来到黄金一辈苗如泰 希望我不留遗憾地展示自己 大家好 我叫孔凡亭 今天我为大家展示 我们当地的面宿 这个面宿 还是由我们当地的农产品 还有我们当地的海产品 这个面宿在我们当地 有很好的寓意 它预示我们生活美满 健康快乐 今天我把这个面宿 组合成一个弄穿的形状 我组我们黄金一辈苗 一翻风水 要翻七号 越翻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孔凡亭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欢迎来到黄金一辈苗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面宿 对 全部是用面做的对吗 对 真的很精美 怎么样 好不好看 我们先来投票吧 来 抢先一百秒 请投票 83分 要给孔大姐解释一下 这83分的情况在哪里了 绝对不是说您的手艺不够精湛 这大姐上来在介绍的时候 多多少少有点紧张 对 对 这个面也是大姐山东老家的面 对 然后面宿也是他们家乡传统的手艺 这也算是我们家乡的肥物质文化遗产 是家乡的肥物质文化遗产 肥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弄上去的糖吗 还是 不是糖 是 这也叫菜汇 所以这个是不能吃的 这也不能吃 我有一点小小的失望 那我们谢谢您的心意 祝《黄金100秒》节目越办越好 其实说到刚才给我们展示这个面宿 这个飞移的项目 其实也不是从小就汇 对吗 不是 是从哪一年开始学的面宿呢 从19年 国家有个政策 针对我们农村60岁以下 没有职工保险的农民 举办的这么一个免费的 学习技能的一个政策 免费的学习技能的机会 对 据说每年可以有三次 免费学习的机会 有三次免费的 所以面宿就算其中学习的一课 一部分 对 还可以学什么呢 可以学老年护理 还有肖尔腾纳 还有远骚 这些您都学了吗 对 这个学啊 还真是认真真地学 学完之后 毕业之后还发了证书 据说大姐现在已经拿了多少个 五个还是 拿了五个证书 对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惠民政策多好 教我们这些农民朋友学的都是特别务实的 特别有用的技能 对 是吧 而且据说好像这个孔大姐下一步还要学新的课程了 真的吗 现在学习直播带货 我准备有四年吧 我就去参加 这个挺好的 因为就是比如说您家的农作物 现在直接通过直播带货就可以往外卖了 对 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了 对 未来的网络达人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网络红人就在这里了 对 这个孔大姐说得特实在 跟我们导演组介绍说 其实啊 那个月嫂那个啊 我不是想学完出去打工的 对 我是想给我未来儿媳妇学的 因为未来儿子要结婚 这个月嫂的护理啊 这个照顾小朋友 照顾孩子妈妈 这个技能大姐特想学习 但是不巧的是 儿子现在还没找出对象 没媳妇 不过我觉得 无论是哪位姑娘 她都很幸福 有这样一个婆家 当然聊了这么多 大姐这次来我们舞台上 不完全是来介绍家乡的面素的 是啊 阿姨 那您今天有什么梦想呢 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从小就梦想 然后站在这个大舞台上 来唱一首歌 然后大家来听听我的歌声 以前没有机会唱吗 对 以前没有机会儿 小时候吧 家里也没有首音节 也没有这个录音节 想学习歌吧 全都凭着大喇叭 村里的大喇叭 每天吧 就是六点二十到六点半 有十分钟的每周一歌 为了这十分钟的每周一歌 我大冬天陪着一说 带大喇叭下边 拿着笔 拿着字 去歌词 但是你们村里面当时 也没有举办一些唱歌的 才艺的活动吗 那时候吧 说实话 都不是贪富于 家里的吧 家长或者是这些 哥哥姐姐嘛 全都在这里干活 都不 他们都不注重这些 所以我就把我唱歌的 这个爱好吧 埋在心里 来了这么长时间 今天把这个梦想 带上了黄金舞台 据说这一次 参加黄金一百秒 完成了很多人生的第一次 对 您特别幸福 对 对 这人生的第一次都有哪些 第一次到北京 第一次到北京 第一次等上这么大的舞台 还有第一次 一会儿要登台的时候 那身衣服好像 也是个小精神 第一次穿礼服 第一次穿礼服 对 这次来参加黄金一百秒 我们节目组的服装师 给大姐准备的那身礼服 对 这么个人生第一次穿礼服 所以试上那身衣服的时候 可幸福了 而且据说这次来参加黄金一百秒 乡亲们都特别支持 对 你提前就告诉人家了 有这么多 这么好的喜事 怎么不告诉他们 大姐 都不是这样 好 我跟你说 好多人来参加我们节目 都不敢跟家里人说 成败未卜嘛 对不对 对 都不知道是成功或失败 对 您说说明您很自信 我感觉吧 我不管成败 我走到这个舞台上 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但是乡亲们 还是希望您能够在我们的 黄金舞台上圆梦 拿到好成绩 对 所以在您挑战之前 家里的乡亲们也录了一段 拉票的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要送大家个好消息 咱们的后节目恐怕天 要到杨树去参加一档 什么节目呢 先往下看 光景一倍明 这是家闹版新的舞台 真选大地医 家长一名为你骄傲 为你自豪 你是最棒的 最强的 加油 加油 很强大的后援团 一是为了圆梦 二是不要让乡亲们失望 做最好的自己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面前的黄金通道即将开启 请登上黄金舞台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黄金100秒央视频号 点击央友圈 在这里可以报名发展 参与实施互动 有机会来现场参加挑战 还在等什么 赶紧扫码加入吧 黄金100秒倒计时 开始 随着脚步行无法飞 跳一曲春天的芭蕾 天使们的容颜柔 天使们的容颜最美 尽情摘放起 春无悔 把春天的芭蕾 有些花点缀 雪地上的足迹 是欢乐相随 看那天空雪 花飘洒着一颗 我们的心紧紧依偎 随着脚步行无法飞 跳一曲春天的芭蕾 天使般的容颜最美 尽情摘放起 尽情摘放起 春天的芭蕾 春天的芭蕾 来自山东烟台的孔大姐 也许真的是今天这身礼服 给了她无限的力量 我觉得发挥得相当出色 现场的朋友 是否喜欢她黄金100秒的表演 3 2 1 请投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弹幕 既能多多的阿姨 以后会是好婆婆 挑战这么难的歌曲 还唱得这么好听 您种出了粮食 也种出了梦想 好 我们看到 好像又有一条弹幕 我是陆秀兰 去年第一次登台 就是黄金100秒给的机会 是这位大姐 对吗 是的 是的 我还有印象 所以大姐应该这个时候 来到我们现场 在这看着这一刻 好像你会脑海当中 会有回忆 是的 是的 今天这位姐姐发挥得怎么样 非常好 很有报道 我记得好像上一次来参加我们节目 您也最后得到了一身衣服 对吗 对 这身衣服 就是这身衣服吗 对 就是这身衣服 五花儿卑微 五花儿为了 六花儿为 五花儿为佛 八�为佛 五花儿为佛 我看到这真衣服 这 Sahara 很漂亮 三四位有一脸 百四美 特别感谢 特别感动 特别感动 我很荣幸 我很荣幸 好不好 我们希望下一次 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还是穿着这身衣服 好吗 好吗 好的 谢谢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我们的孔大姐 有没有可能挑战成功 黄金大幕 请升级 来 请按下我们的黄金宝箱 321 宝箱开启 挑战成功 谢谢 谢谢 太多了 太多了 希望您继续加油 谢谢您 谢谢